早上7點不到 金門溪邊海水浴場 400位運動好手 要來挑戰鐵人三項 第一站是1.5公里的游泳 緊接著是40公里的自行車項目 已經有選手說都快腿軟了 第一次 現在呢 比力還行嗎 慢慢來 慢慢來 腳軟了沒 腿軟了 騎一騎 看能不能硬急啊 自行車路線行進金門 大街小巷 自然生態 戰地風光一覽無遺 這也是金門賽事最迷人之處 金門第一次辦這樣的比賽 我們也非常高興 有來自兩岸四地 當然還有包含國外選手 有日本斯洛伐克 還有甚至有加拿大 都有選手來這邊幫我們參加 緊接著還有路跑10公里 在後面等著選手挑戰 金門的道路車子比較少 風景比較優美 然後整個空氣 整個天氣狀況 都非常好 這次競賽距離氛圍標準賽 半程賽 鐵三角接力賽 鐵人兩項 就連小朋友也有小鐵人賽 可以挑戰 以運動競技的方式 享受戰地美景 挑戰技能 對選手來說 都是難忘的回憶 記者金門 綜合報導